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要好好把握 如果你的这条线有断掉的现象 那么你真要好好规划理财一下了 因为这代表你很容易会有一些财务上的纠纷和问题 第三条 明日线 上面两条基本上是大家都有的 但是这一条可不一定哟 如果你有这条的朋友 而且中间还没有断掉 真的是一条从头连到尾的线 那么你会是一个超有影响力的人 不管在你的生活上还是职场上 你会成为那种被人记得很久的人哟 第四条 神秘线 有这条线的人 你很有子孙福 晚年可以寒食弄孙 不过 命理学家也有说 这些身体上的纹路是能告诉你先天上的秘密 但是后天的作为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哟 如果 所以如果你先天条件超优 那么后天你就寻着这些线索去努力 但如果没有好的朋友们 也别担心 上面都有建议一些改善的方法 就特别注意小心那些点就可以 人各有命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人们总是在预测自己的命运 所以从古至今形成了一套完备系统的看向方法 不得不说很多时候还是非常管用的 但是要注意 其实算命先生不会告诉你 看面相也要遵循这三不说 五不看的原则 一 向有三不说 一 一辈子没有好运 心理承受能力又弱的人 不可直接对他说 那样会加重他的心理负担 产生消极心理 无形中害了他 也无形中损我之因得 二 看到寿命将近之人 不可直说 恐他自己慌张 担惊手怕 家人妻子儿女悲伤 从其他方面来说也与我无异 三 凶暴之人 不可直接对他明说 恐他忌讳我看摸他的隐情 反遭他的加害 二 向有五不看 一 暴怒后的人不看 满面青色蓝色 阴质不为难分辨 二 饮酒后的人不看 酒气入眼难分辨其胸 三 纵欲过度的人不看 气色又轻又暗难分辨其胸 四 人多的时候不看 思考难以集中专注 五 预测师自己有心事实不看 心不在焉影响准确率 面相看运时 有这三大特点的人运气不会差到哪里去 一 下巴地格方正 饱满运气好 下巴一直是开向的重点 如果下巴长得方正饱满 那么这种人天生就是很有福气的 而且这种人为人做事的时候有恒心 能够坚持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完 对待朋友总是很真诚 二 眼大有神 面相运气好 面相上看一个人的眼睛黑白分明 而且眼神亮而有神的人 一般运气都不会很差 天生就是有自己的目标的 而且这种人很理性 做事情的时候有耐心 够坚定 不会半途而废 三 鼻梁挺拔 颧骨平满的面相运气好 面相上看一个人的鼻子如果鼻梁长得比较挺拔 那么说明这种人性格是很有爱心的 而且这种人办事能力非常的强 这种人天生就喜欢乐于助人 喜欢帮助他人 造就他们生活中也有很好的人员 在生活中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 所以说他们一生的好运往往都是靠自己积累下来的 一个人跟钱财究竟有没有缘分 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生辰八字中看出来 也可以从一个人的掌纹中看出来 因为掌中有明月 那些看似沟壑丛生的纹路 可以看出他们这辈子是否能大富大贵 有没有成功运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拥有着十种罕见纹路的人 必定是人中龙凤 将来贵不可言 快来看看你手上有没有这些手纹 一 成功纹 在大拇指的下面 手腕上方有横线 这类型的人非常有能力 很多事业成功的人士都有这种线纹 据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有这条线 当时就被认为有领导能力 如果找对象遇到这种手纹的可要抓紧了 因为他们不仅能力强 而且还很有责任心 二 凤眼纹 凤眼纹又称夫子眼出现在大拇指的第一指尖上 在拇指有一个完整的圆圈 即大拇指内侧中间那个关节上的结纹 不是一条线 而是两条或三条分开成眼形的纹路 如果说这个圆圈圈 有开口的就不算 一般情况下 手指关节由此言者代表该人有疏远 天资聪慧 头脑聪明 且管理能力较强 也代表勇气 胆量 夫子眼大者敢于冒险 古代人认为 有手向孔子眼的人 必是文曲心下班 有状元之名 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 意味着身体状况良好 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 青年时婚姻幸福 事业有成 三 环绕纹 在大拇指的尾部出现环绕纹 也叫做家族戒指线 当你的手上出现了这条线 代表你的整个家族都会蒸蒸日上 可能是由你的发展 带动了整个家族 此外 如果女性拇指上有凤眼 下代家族戒指线 则为锦上添花 一生荣耀 婚前有长辈呵护 婚后有丈夫疼爱 四 十字纹 拥有十字纹的人 通常直觉都十分敏锐 很能看懂别人的心思 特别适合从事心理咨询相关的行业 此外 他们的灵感也十分丰富 创造力也很强 五 鱼文 所谓鱼文 其实跟它的名字一样 是在大拇指下方有像鱼一样的纹路 这种纹路并非天生就有 是后天长出来的 所以也非常罕见 当这条线出现时 预示着你的好运就要来临了 六 幽默文 在感情线的最后方出现型的文就是幽默文 代表这个人很有幽默细胞 拥有这种文越多的人 证明他们的幽默感越强 如果和他们交朋友 日常生活中一定会很快乐 且欢笑不断 可以看看身边的开心果手上有没有这样的纹路 七 贵人文 贵人文也叫宠爱线 即在生命线上出现三条开叉的线 意味着贵人运很旺盛 拥有这三条线的人 一生都有贵人扶持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有贵人相助 能够化线为夷 八 目标文 目标文也称希望线 努力线 是在食指下方竖直的一条线 拥有这条线的人 会有远大的报复和野心 并会为之付出努力 反之 如果目标文过多 就会未来的人生目标充满迷茫 生活状态也不是很安稳 有种无所适从的无助感 九 两条智慧线 大多数人手上都有智慧线 一般来说 手上的智慧线只有一条 可能会出现分叉 断开 过长 过短的情况 但也有少数人手上有两条非常明显的智慧线 有两条智慧线的人 其人智慧超群 事业双线发展 而且会在某一方面非常有天赋 如果为男性 可得异性助力而创业 此人大多能享其人之福 女性则为女强人 婚姻欠美满 十 明星文 这是最罕见的文路 拥有明星文的人 运势不是一般的好 你想做的事情都会实现 不管想做什么事情 都会顺心顺意 才运横通 最后 我要说的是掌纹好不好并不是你事业发展 婚姻感情 身体健康 财富聚集等的绝对因素 因为如果说人的命是天注定 那么也仅仅是说对你的影响 你的祖辈对你的影响交代而已 命运并非天定 风水影响成败 也就是说如果你先天的命力不是太好的话 也没关系 还在后天的风水布局 在于你的礼器 在于你是否能藏风的水 我们不能光看掌纹的运势 而忽略了本身的努力 没有比别人加倍的努力与奔斗 哪有未来的成功 性格决定命运 正心 修身 起家方能治国 平天下 第二 实质眩罗 荣贵旁义是什么意思 老祖宗的识人数准不准 在传统文化中 识人数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智慧之一 老祖 宗在识人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孟子就曾经说存乎人者莫良 于母子 母子不能言其恶 就是说从一个人的眼睛中就能够判断者 个人善恶 古往今来 人们为了识人 做出了很多种尝试 比如说从人们的外貌 来识人 从人们的手中的纹路来识人等等 这些都是老祖宗对生活的 总结 但是人们这种通过外在的表征来识人的方式 总归是有点片面 的 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 那就是食指眩罗 龙贵旁易 这句话究竟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说的也简单 意思就是说 食指上的掌纹如果是成螺旋状的 那 我就预示着这个人会有不错的物质生活 如果没有听过这句话 那么 你一定听过一斗穷 二斗富 三斗四斗卖斗富 五斗六斗开当铺 七斗八斗坐着走 九斗十斗想轻浮的说法 民间由于各地风俗不一 所以这句话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 比如说一斗号 二斗宝 三斗四斗哥马草 七斗八斗买地盖楼 十斗拳 点庄 圆 食指眩罗 龙贵旁易这句中的眩罗 其实活斗是一个意思 除此之外 民间还有食指软绵绵 清闲福自天的说法 意思自然 就是说 软绵绵的食指 预示着生活富贵 反而那些手掌干枯的人 物质生活则会很贫乏 老祖宗这样的食人之法 虽然存在一定的偏颇 但也是老祖宗千百年来的经验 总结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有些道理的 但 真正的食人之法 却不仅限于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判断 预测 真正的食人之法 除了要插其色 还要观其形 简单的以貌取人 往往会被别人的表现所欺骗 俗话说知人知面 不知心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 老祖宗的食人数 除了要观其外在 还要考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 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食人 是静态的 如果仅仅从一个人的外在食人 往往会有时偏颇 但如果结合一个人的行为举止 再来食人 那就比 叫全面了 古人常说喜怒不仅余色的人 难以让人们琢磨透 因为这样的人 往往话不多 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举动 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是台山崩 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样子 所以 这样的人往往很难被人看出他们的想法 但这样的人 通常也一定是比较成功的人 老祖宗会通过一些言语的试探 然后通过一个人的表现 以此来食人 比如说用言语刁难 以此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应变能力 比如可以托 付一个人一些事情 以此来判别他是不是可以信任等等 老祖宗的食人之法 大多数都是静态的 就是说大多数都是一个 人的外在表征来食人 而这种食人之法 往往会趋于片面 对于真正 认识一个人会存在偏颇 但如果静态的食人之法 配合上从一个人的 言行举止上食人的动态 食人之法 我们得到的结果 或许要立体很多 第三 手有西贵文 定是有钱人的发大财 手相在风水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 通过手相算命 你不仅仅能够 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 还能够从手相看出这个人的运势 那么 十 那样的手相会长寿 长寿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 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一 生命线清晰深长的手相长寿 人们手中的生命线 是跟健康运势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是生命线清晰深 长的人 他们的健康运势是不错的 能拥有很不错的身体的 不用担忆 心态多的 其实生命线清晰深长的人 是生命力顽强的 体格方面都是 很强健的 不容易生病的 对待生活的态度 也会很好的能做到积极 乐观地面对生活的 绝对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 就跟他人有争吵的 寿 命真的很长的 生活方面是相当的幸福美满的 二 手掌风挽红润的手相长寿 手掌风挽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 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 无光 常常呈现干笔状 手相风挽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 即便这种 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 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 得到 相反手掌甘别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 晚年还会病痛缠身 惶惶不可终日 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般 也不会存在两个手掌纹路一模一样的人 在这个大前提下 就促进了手相学的发展 通过对一个人的手相进行分析研究 能够大致推算出她的性格特点 以及整体运势 下面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对于两手都是川字掌的女性来说 运势究竟好不好呢 什么是川字掌 一般来说 川字掌意味着能力和精力 拥有这种手相的人 做事很有魄力 理性永远高于感性 对待任何事情 都具有敏锐的直觉和果敢的决断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知道如何才能达成目标 这一类人一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强者 处于更高的生活阶层 拥有更充裕的物质条件 另外拥有川字掌的人 思维很活跃 人也比较聪明 懂得灵活变通 两手都是川字掌的女人命好吗 事业运势 事业上两手都是川字掌的女性 虽说可能出生条件一般 无法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或是极好的机遇 但是他们精力充沛 对待事业会投入很多的努力 手头的所有工作都能够出色完成 所以很快便可以从基层迅速往上爬 然后一步一步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 同时这类女性在事业上拥有精准独到的目光 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提出绝妙的点子 财运运势 财运上两手都是川字掌的女性 头脑清洗具有很强的理财观念 尤其是结婚之后 即便是嫁入豪门 他们也一定要掌管家中的财政大权 这类女性正财收入会相当多 而且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 还会越来越多 到了年中 还有各种奖金和红利 偏财收入也十分客观 时不时会有额外收入 另外这类女性朋友花钱也比较克制和理性 不会买些虚无的奢侈品 因此总能够积攒到不少个人财富 感情运势 感情上两手都是川字掌的女性 可能运势不是很顺畅 她们是典型的大女人 不会将鲜色过多放在家庭和感情上 更想要实现事业上的巨大成功 而且不管在恋爱中 还是婚姻中 她们始终都想处于主导地位 这对于很多男性来说 可能都是无法接受的 不过虽说年纪轻 感情比较坎坷 但到了中年以后 还是能够收获平淡幸福的爱情 所以也没必要过于担心 过好眼前的生活就足够了 健康运势 健康上两手都是川字掌的女性 需要格外注意 因为运势比较差 她们上进心很强 会给自己施加很大的压力 时间长了 自然会出现精神上的问题 所以要能够时不时给自己放个假 时间充裕的话 也要多和家人朋友相处小聚 其次 这类女性学习工作都很努力 会牺牲掉大量的休息时间 长此以往身体肯定会吃不消 因此务必要保证足够的睡眠 饮食和作息都有规律 适当的身体锻炼也是有必要的 以上就是拥有川字掌纹的女人运势 那么有着川字掌纹的女人 个性如何呢 一起来看 独立性较强 拥有这个掌纹的女人 很少去求别人做什么 即使找了男朋友 他们仍然不愿意花对方太多的钱 他们的内心极其不愿欠人情 总觉得只要自己能做 哪怕再苦再累都可以 所以 双手都是川字掌的女人 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那就是一辈子的辛苦命 思维敏锐 双窗门的女人在思考上 具有极强的天赋 当一件糟糕的事情发生之后 他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 想出很多解决方案 虽然有些不太靠谱 但也不缺乏合理性 而思维过于敏锐的人 则会变得十分敏感 同时 也会因为这种超强的敏感 引发出强烈的骄傲 或者自卑感 控制欲较强 双窗门的女人最害怕的事情 莫过于周围的一切 脱离自己的掌控 不管是在朋友之间 还是和恋人在一起 他们总要时时刻刻 让自己保持主控权 虽然有些人表面上无所谓 但其内心早就想好 如何控制局面 所以这种女人比较合适 打拼事业 但在家庭和朋友中 容易遭人反感 是非性较强 双窗门的女人 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力 和决策力 她们若认为一件事可以原谅 那么便毫不在乎 可如果她们觉得一件事不可原谅 那么她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尤其是在感情中 不会主动对你过分好 只会通过看你的付出 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付出 所以双窗门的女人 通常你向她迈一步 她便向你迈一步 倘若你退后一步 她便退后十步 在她们的信念里 同一个错误绝对不能重犯 过于自信 双窗门的女人是个极端的性格 一方面较为自卑 可另一方面又会极度自信 这种过于自信 是双窗门的女人 在朋友圈中很难有长久的友谊 也在恋爱中 给予恋人极大的压力 其实自信是好的 但有时候过于自信 却成了自以为是 有穿自行掌门的人 显示这个人与母亲的缘分较薄 因为从小就个性叛逆不服从 即使与母亲同住 也难接受母亲之关怀爱护 由于自小便很独立 渐渐地会偏向自信 做事较为主动积极 勇于负责 处事果断 感情上爱证分明 很容易过于自负 主观 倔强 待人处事 也会过于任性 而影响人际关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Click